来看到民间的国际交流 苏澳镇跟日本石原市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后 双方是交流不断 而南国中跟月明国小将在5月25号到28号 前往日本石原市做海洋教育交流 而镇长陈金林今天亲自授旗 期望可以拉近双方关心 增进学生事业 为苏澳做好国民外交 苏澳镇公所今天特别举行的授旗仪式 鼓励南安国中月明国小出访日本石原市 第二中学以及珍喜良学校 进行海洋文化教育交流 师辰们将要代表我们苏澳镇 前往日本石原市 我们将跟石原市的第二中学 以及珍喜良小学 我们进行一项海洋文化教育交流 这边我们齐年 我们这个师生代表团队能够做好的我们国民外交 同时呢 藉由这次的交流 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呢 日本国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对海洋生态保护呢 种种呢 这种在教育上也好 在生态文化上也好 我们要去学习 这是我们身闻在苏澳镇 41个海洋地区 非常美好环境的南安国中 以及我们的艾比国小 两所学校都在海边 所以我们形成了海洋的 各项的活动 那现在更佩服我们省政府 跟学校共同在豆腐讲 为了里面 成立了一个环传的训练中心 那未来将是里面的基地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两位校长 尤其我们政长全力支持 能够促成这次的 两国的交流活动 政长以及副委长 期许参访的学子 学习彼此文化与教育 拓展更快阔的视野以及心胸 为往后的学习生涯 储备求新求变以及创新的能量 并将学习获得的薪资 传承与分享在学校的学弟妹们 继续发扬光大 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紧张 可是也很开心 因为怕有什么出什么差错 然后让 就是让 觉得很丢脸就对了 想要学学他们那边 当地的一些文化 对 有带牛舌饼 有有有 有带牛舌饼 带牛舌饼 对对 因为本身很喜欢吃牛舌饼 所以希望让他们也吃吃看 也是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就是 怕会那个 对日本的礼仪 不了解 就会那个 那期待呢 就是可以希望可以跟他们有语言上的交流 还有认识他们的传统文化 这次参访活动 预计在5月25号到28号为期四天的教育交流 由越民国小及南安国中 33位的师生共同前往 而政长也请校长亲自转交 邀请函给石原市的官员 邀请前来参加苏澳冷泉嘉年华的活动 亦来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